成龙在诗言网民轰?他到底说了什么呢? 北京7日讯,成龙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,出席文艺小组会议,并在会后接受访问时说现在已没有中国与香港电影之分,港片要拍得宏观些,才可以走出国际。 成龙这番言论引起网民激烈反应,不少人骂他是拍香港电影出身,没有港片没有他,还指他当年是拍香港电影走入国际。 以连续三届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成龙,6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文艺界别举行小组讨论开放日,会后接受访问,讲及对电影市场的看法,他说,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,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。 有些我们拍香港电影的,只是拍给香港人看,但香港人也可以拍《红海行动》给全中国人看。 你拍《黄大仙》可能只能在香港播出,来到中国票房一定会不好,人家不了解,拍一些宏观一点的,国际性的,好像《红海》,《战狼》,你就会去到国际。 翁紫光发帖回应。 成龙谈及目前香港与中国合作的制作,对香港演员及幕后人员有配额限制,他会争取取消,务求与台湾抗齐。 结果这段话再次引发香港网民反弹,指成龙不支持香港。 网民对成龙这番话马生四起,问他是拍什么电影出身?他不是拍香港电影《走入国际》吗? 还问他作为香港演艺界代表,有没有为香港电影及艺人争取? 有网民则支持成龙,说香港电影《低迷》也需检讨。 翁紫光7日在《面子书》发帖,疑似回应成龙言论。 他表示,香港电影未必拍得像以前那么好,可能新一代不如旧,但总不能说现在没有了,香港电影,吧。 翁紫光特别贴出八部作品的海报,包括,头奔怒海,1982,许安华指导,东方秃鹰,1987,红金宝指导,阿飞正传,1990,王家卫指导,黄飞红,1991,徐克指导,龙吟,1992,张之亮指导, 《回混夜》,1995,刘震伟指导,望角黑夜,2004,尔东升指导,放主,2006,杜齐峰指导。 他形容,上述作品神变异议,又有当代色彩,总结赞扬,我们的电影总是那么有尊严有色彩。 翁紫光相信,香港电影人在努力些,定能将香港电影拍得更好。 反问,如果,香港电影,拍得好,整个大中华社会与有容颜,难道这又不可以吗?